已经开始了 已经开始了 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尼格迪姆真理追寻会 我们今天非常有幸的 再次请到了张伯利牧师 张伯利牧师有一个系列的分享 就是知识分子与基督教会的 这样一个系列的分享 上一次做了第一个分享 是从教书论的角度 谈了一些问题 那么播出以后 反响很大 其中一般的情况 我们就不说了 也有一些质疑 那么这个质疑就是围绕就是 是否进教会才能得救 有这样一个提出 那么这个提出 可能张牧师等会儿也会做一些解释 那么我们呢 也为了这个这个那个呢 我们也认真的又去查查看了一下 圣经查看了一下教会的历史 实际上呢 从初代教会 从那个西普利安 他提出了这个 人若没有以教会为物 就不可能以神为父 教会以外没有拯救 自从他提出这个观点以后呢 一直都是那个 天主教会的这个传统的大公教会 传统的观念 那么这个观念呢 在马丁路德和那个加尔文 他们改教的时候 有了一定的一个修正 但是这个修正 马丁路德和加尔文 他们也没有否定 这个在教会以外 会有拯救 只是说他们认为是 应该是在基督里 这个呢 如果说我们把圣经的 这个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 结合在一起看的话 那么应该说 移植到最近的那个神学家 比如说黎布尔 他都指出 他说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 一种人在基督里 愿意被神使用 另外一种人 在基督外 企图利用神 我觉得这个黎布尔这样讲的话 已经很清楚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是否要在教会里边 接受这个在主的身体里合一 这个呢 我就觉得这是我的一个认识了 那么 今天呢 我们有幸请到了张牧师来 张牧师来又会从教会论的这个角度 又和大家来分享同样这个主题 就是知识分子和教会的这样一个主题 那么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张牧师 有请张牧师 好 谢谢张牧师 非常高兴啊 我又跟尼格蒂姆的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来在这里来交流 交流我们的信仰生活 那刚才那个关于上次我们讨论的一个题目啊 我们那个题目啊 定的确实有一点耸人听闻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吸引你来看 我们不是说这个题目就是我们一定是我们的观点啊 那当你看到这个题目觉得 哎 这个题目挺吓人的啊 不去教会不能得救 我好像原来我的信主的时候那人没这么跟我说 说信耶稣就得救了 信受洗必然得救 刚才张牧师已经说了 其实从教会历史 从五旬节圣灵降临 教会建造第一间教会 那个耶路撒冷教会 一直到这个马蒂路德改教之前 大概从教父的时期 一直到天主教的主教时期 他们所这个教基督徒跟教会的关系 就是啊 这个就像刚才这个啊 张棠老师说的就是啊 于好像与母亲的关系 他把教会形容为啊 这个啊 妇人 那是妇人 那在在启示录的第十二章也是讲到了啊 那个妇人生个男孩啊 大红龙就在那盯着 盯着那个妇人要吞那个男孩 那个男孩当然就是那个应许的 上帝所应许的那位救助 那那个妇人呢 后来被这个大红龙追杀 追杀 他要吞掉这个妇人 那这个启示录第十二章 以后我们再分享这段 我也讲过这第十二章 这个大红龙的故事 那有时候那大红龙是谁啊 大红龙就是撒旦 很清楚的 这个大红龙就是撒旦 那这个撒旦原来他也不是个大红龙 他也是个蛇 蛇就很小 蛇没有那么大 那后来他为什么变成大红龙了呢 就是他吃了很多的人的血 那血越来越多就把他喂红了 我记得我在亚洲看过一种鱼 这种鱼好像有的餐馆 也要养那种鱼 就那种红龙 叫红龙鱼 红龙鱼原来是银龙 银龙他为什么变红呢 他就吃的小红鱼 吃的越多就变红了 这个就是我联想到说 这个启示录关于大红龙这个说法 那么大红龙就要吞掉神的教诲 你想如果你不在主的教会里边 那你是相当危险的 对不对 一个人如果信主了 不在教会里 不在上帝的这个 他的基督的身体里边 他是很危险 所以从初代教会 不管耶路撒冷的教会 安提阿大教会 他们不仅是记录教会 而且他们在教会里面是 非常百伤自己的 耶路撒冷的教会说 他们那时候都卖了田产家业 进入教会 按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 谁来分呢 后来他们选了七个执事 斯蒂凡 菲利 这七个执事来分 他们来管理这个教会的范师 那没有进入教会的人 不是为基督身体里的人 那一直到了这个安提阿大教会 当使徒行传 这个使徒他们 斯蒂凡训道 教会被逼迫 然后教会失散 把福音传到了 撒玛利亚 然后又传到了这个安提阿 在安提阿建立第二间教会 安提阿的教会 这是个宣教的教会 那个时候保罗在安提阿被拣选 保罗在安提阿和巴拿巴 他们一起 马可 后来有希拉 他们成立了宣教的团队 他们向塞弗洛斯传福音 叫居比露 然后呢 第一次宣教 第二次回来 他们又向小雅西亚 一直到了菲利比 那这个福音传入的 建立的教会 就一个观念 这个观念是什么观念呢 我告诉弟兄 弟兄怎么记住 其实张坦老师刚才讲了一半 就是基督里的问题 罗马书最重要的观点 就是在基督里和在亚当里 这个不在基督里 就在亚当里 没有宗建地带 没有 卡尔玛麦斯 我在96年 我在达拉斯同古福音营 我见到赵天恩牧师 就是 这个 我的鼠领老师 他跟我讲了一个礼拜的罗马书 其实就讲了这一个观念 基督里还是亚当里 亚当里就是 我们的人际关系 社会关系 我们属世界的 那基督里我们的人际关系 世界关系 所以一些关系属基督的 一些关系都被重建 过去我们在亚当里 没有一个人直接在基督里的 虽然以赴所说第一章 第四节说 我们是在创世之初被 在基督里被拣选的 这个没有错 可是当你生下来的时候 尤其我们中国大陆 没有生在基督徒家庭的 少 很少 很少 即使生在基督徒家庭的 你可能也没有做婴儿礼 那只有天主教是有婴儿礼的 那我们都没有婴儿礼 那么你那个时候并没有分别为胜 即使你有了婴儿礼 你没有信 你也没有分别为胜 你只是 让婴儿礼的意义 我在教会做母时 我们有婴儿礼 婴儿礼的意义是 让你的父母 按照神的话语来教导你 到老的屋偏离上帝的话 是要把你分别为胜 这个孩子 婴孩分别为胜 让圣灵来掌管 那么这个是婴儿礼 但是到12岁 你可能还要有个坚信力 不管怎么样 如果你没有信耶稣之前 你一定在亚当礼 在亚当礼 就是你的思想 行为 动作存留 你的一切 都是跟世界一样 这个保罗在 以赴所说第二章 讲得很清楚 他说过去我们的行事为人 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现今在贝利之子心中 运行的邪灵 他说我们也都在他们中间 保罗也没有 没有把自己提出来 他说一样的 我们都一样的 我也在你们中间 顺从肉体的私欲 随着心中可喜好的去行 本位可怒之子 那这个就是在亚当礼的这个景况 在亚当礼就是可怒之子 我们顺从自己的情欲 自己为主 自己老大 我说了算 管你什么基督教 伊斯兰教 什么教 这个管你耶稣基督 上帝圣灵 我都不管 我是主人 那我要相信 选择基督教 我就选择 我要选择佛教 我就选择 这是我的主权 这个是一个误区 很多的知识分子有这个误区 认为他是他选择了基督教 他觉得基督教比回教好 有的人开玩笑说 回教不应吃猪肉 我受不了 那这个佛教不能吃肉 还要吃素 我更受不了 所以我选择基督教 这个完全得就没关系 这跟得就没关系 不是你选择基督教 也不是你选择你信耶稣 是基督拳选你 基督拳选你 在哪里拳选呢 以赴所的一章四节 在创世之后 在基督里你被拳选 在基督里我们被拳选 那被拳选 我们就必然要从亚当 进入到基督里 从亚当里进入到基督里 不是说你想进就进的 你说我受洗了 我履行了宗教仪式 我每个礼拜也领圣餐 我到教会 那有的干脆受洗了 圣餐也不理了 就一次都不来教会 很多受洗就不见了 在美国也很多这种 受洗完就不见了 他认为他得救了 他自己认为的 他认为得救了 他对基督教的真理 一点都不懂 他对耶稣基督的救恩 也不是很懂 他只拿了一个教会的受洗证 他就认为他得救了 这个这是自欺欺人 我今天做牧师的 我不敢这样告诉你说 你就得救了 我也不敢说你不得救 但是你要你得不得救 你会你的行为会表现出来 一个生命被重生的人 他会有新的行为 好的行为 那行为是不一样的 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 但是我们信主以后 我们的行为会因着我们的信心 因着胜利的工作 我们被改变 所以呢 这个在亚当里到基督里 这两个词 我们尼格蒂姆的同工要记住 这是罗马书的核心的内容 那这个怎么能够进入到基督里 要通过十字架 通过十字架 没有十字架 你不可能从亚当里到基督里 你从亚当里到基督里 一定要通过耶稣基督十字架 像保罗说 你要我一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就你要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嘛 那所以罗马书第六章 我记得保罗对我们受洗的 弟兄随便的叮嘱说 岂不是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人 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这个保罗 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尖锐啊 你要知道你是死了 我们受洗归入他的死啊 他说我们既然在死的样式上 与基督联合 我们就在复活的样式与基督联合 如果我们没有在死的样式与基督联合 你就不可能进入到基督里 你必须死 而且死透了 就像世界死 不是说你的这个生命死了 你像亚当犯了罪 不还活了九百多年吗 对不对 他活着 可是他灵性死了 他与主的关系断绝了 他没有关系了 这个死 是我们进入到基督里的先提条件 那这个死 进入到基督里 那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 你怎么能够进入到基督里 当然你通过神的话语 通过圣灵的内住 还要通过基督的身体 所以耶稣在 在这个约翰福音15章讲得非常清楚 他说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这个比喻 耶稣讲的这个比喻经 很清楚说 这个枝子必须连于葡萄树 如果枝子不连于葡萄树 你从哪里来吸取营养呢 如果枝子不连于葡萄树 你怎么能够结果子呢 如果枝子不连于葡萄树 那你就放在外面被践踏了 葡萄树 葡萄枝子 我跟你讲 为什么耶稣用葡萄树来形容 他没有用大松树 有的过去我们喜欢用松树 来形容人的高洁 这个他没有 他用葡萄树 因为葡萄树除了结果子 一无所用 葡萄树不结果子 能干嘛呢 你如果松树不结果子没关系 我可以做冻粮 对吧 打家具 对吧 你葡萄树能打家具吗 葡萄树能做冻粮吗 葡萄树如果不结果子 就是被烧掉 烧都不愿意烧 你像我烧柴 我从来不烧葡萄枝子 我们家有葡萄 没用 我会烧木材 批的大木材 那烧起来过瘾 对不对 葡萄枝子若不连育葡萄树 一无是处 他必须结果子 否则他一无是处 那么我们结果子怎么结 这就是教会的 你在教会里边才能结果子 你说不对 我不去教会 我比教会人的见证更好 那不一定 你可能比教会某一些人好 但是你要跟那些爱主的 为主殉道的 为主坐牢的 为主坚持真理的 为真理竭力争辩的 那些爱人的 为了爱人舍弃自己的幸福生活的 宣教像戴德生一样的 去中国的 像马里逊一样去中国的 那都是教会拆出来的 那绝对不是一个人 个人感动说 我就去中国 没那事 我跟你讲 马里逊是拆会拆的 是这个戴德生也是拆会拆的 那么所以我们要进入到教会 我们才能够连于元首耶稣基督 我们才能够知道基督的心意 我们也要了解教会的使命 教会的责任 教会的征战 所以呢 你要不是进入到教会 你个人的生命都有危险 你看他信一段就不信了 你就没那信 就像那个耶稣说 那个土浅石头地那种人 那这个土发苗很快 种子撒上去了 发苗 因为发苗很快 太阳一晒发 可是太阳一晒死了 环境一来不行了 那这个就土浅 在这个耶稣讲四种土地嘛 那我们的生命就有这个问题了 从我个人来说吧 我讲的我个人 讲太多理论了 大家也烦 我讲这我见证啊 我这个人 最讨厌 这个这个刚刚来美国最讨厌教会 那我那个教会的牧师 我就觉得 他也不爱我 你知道吗 他也远之明 他不爱我 我们俩在一个教会 在一个团 在一个团契 他见着他就 那脸笑得哗似的 见着我呢 他脸就 就抹了下来了 那 我后来我在医院里快死了 我就那天我就活不到天亮 我打电话 我让他给我受洗 他就不来 后来我就坚决不让他受洗了 这人都是 我们都有血气嘛 我那时候也是啊 那 当然后来我才知道 他很爱我 其实他非常爱我 他对我很失望 他对我很失望 后来他有 我记得多少年以后 那都二十多年以后了 他请我讲道 他他们教会 我那天挺难过的 他请我去讲道 我就想我去不去啊 后来师母就跟我说 你要去啊 你要不去 这坎你没过去 你没有饶恕 我说其实我也不恨的 我就一想到 我就不舒服 这个教会怎么对我这个态度 其实教会对我 其实很好的 那自己就期待太高 那后来我就去了 我去了 我在他们那里有三天不到 不到完了 我这个牧师就上台了 他主任牧师 他说当年我没看好他 我看好了远之明 你看他非常诚实啊 教会他传道人啊 他看人啊 他看你这个人 能不能被神所用 有的时候 他的眼光不是世俗化 他是能不能为神所用 因为他太期待 很多的生命成长的 弟兄姊妹在教会里 能够成为建造教会的主力军 他特别期待 那些来到教会 老找麻烦挑刺的 对不对 吃完饭就走的 也没有奉献的 那当然有些牧师 他会对你有看法呀 我当年可能就属于这类人吧 属于这类啊 那么后来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他那时候一生病 我都不知道他能不能活着 离开医院 你看 所以我不是潜力骨啊 我那很快我就 病死了 不就完蛋了吗 他就在我身上花多时间 没有用 他很快死了 对不对 他说但是神的道路 高过我的道路 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 今天可能我 所以我后来我做传道人 我从来不会用有色眼光 看某一些人 那如果我看这些人的话 我用我的眼光 绝对没有神的眼光准 我看人会根据我的好恶 你也会 对吧 但是神的道路高过我们 我觉得我有次到温哥华去步道 温哥华有一批迷运人士 他们请我吃饭 那教会当时就很害怕 说迷运人士把张不利拉去吃饭 会说什么呢 就派长老跟着我 这个他们请我讲道的长老跟着我 怕我被他们掳走 这个结果两三桌 二三十个迷运人士 都对教会有怨言 大概就是教会排斥我们 参加过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人 他们我们一去 他们就觉得我们来搞政治的 所以他们怕这个 怕共产党 什么都怕 反正就是排斥我们 我那天我 我说我也是迷运人士 我也参加过天安门民主运动 我在教会里边也曾经被排斥过 那现在我也被接纳 大多教会都接纳我 我相信海外的华人教会都很接纳我 我说这里边就有两点 第一点 你有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普通的基督徒 在教会里边谦卑的服侍和成长 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这些文化人 或者我们高级知识分子 大学老师 这些所谓的文化基督徒 尼哥迪姆吧 我们这些尼哥迪姆 这个 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挺特殊 我们有知识 我们有知识 然后我们信主以后 我们到教会也感觉到自己比较特殊 我们需要期待 牧师同工给我们一个特殊的待遇 在教会可能找不到 起码现在在我们教会你找不到 无论你是谁来到教会 你就是根据你的生命来使用你 根据你的生命的程度来使用你 根据你的圣经 你的知识 你的胸怀 你的见识 所以保罗说让我们在知识和见识上 爱心在知识界上越来越多 对吧 保罗在菲利比书讲得非常的清楚 第一章 那所以呢 我说有没有 你有没有委屈在一个教会里面 你像那些 弟兄姊妹一样 你参加教会发单张啊 你去打扫卫生啊 排椅子啊 做饭啊 你有没有 你可能 没有 人家当然对你就有看法呀 你迟到 你这聚会都快吃饭了 你才来 对不对 那来了 然后你坐这说 讲的都是教会的问题 这第一点 有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普通的会众 一个神的儿女 谦卑的来服侍主 这个我觉得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有没有在教会里边 你来认真的啊 来追求祷告 跟大家合到一起 联合一起跟大家 不是把自己当做一个很特殊的人物 你有没有 我觉得我在教会里 我来到美国 我信主了 我去教会 那这个 很多人有 有色眼光看我啊 那当我成为传道人的时候 那更多人 这个攻击批判 攻击批判 对吧 我一路走来 30年 在美国 我 这个遇到的阻力和批评 大多来自于教会的宗教领袖 宗教领袖 那这些宗教领袖啊 他们很大的力量 在美国的华人教会 你都搞不清哪些人跟哪人亲近 台湾人一串全亲近 你都搞不懂 我现在大概都能摸出哪些脉络 这个唐家的唐子荣一家挖一串 你知道吗 对周深柱一家挖一串 刘富里一家挖一串 你都不知道你跟谁说话 你说的人亲近哪儿去 你知道吗 那这些 但是我今天服侍主建立教会 我觉得都是恩典 绝对不是我的能力 也是神特别的爱我 那这根他从火里抽出这根柴 没有灭 他拣选了我 他恩待了我 让我可以走到今天 可以说我在基督教里边 走的不如在民运里边顺 这么说吧 对吧 这个这个 但是他却使我生命得以成长 得以被改变 得以被雕琢 我知道这个 这个怎么样能够千倍的 做一个传导人 在中国大陆背景的 在海外的华人教会 不太多 可能就现在就两家做的比较好 就是我们的华夏 一个是这个我们美国的华夏 风鲁华教会 第二个就是多伦多的 华夏圣经教会 这两个都叫华夏 一看就大陆背景的 那其他的大陆背景的 神州啊 什么这些可能后来都不行了 做不下去 为什么做不下去 台湾的牧者同工也觉得 做我们大陆知识分子工作 太难太难了 不容易 这批人 这个知识一大堆 很会读书 但是生命没有 奉献没有 服势没有 然后来到教会 都是教会的毛病问题 所以很多人 很多的港台的教会 对大陆的知识分子 有一定的看法 他们还不能不做 因为不做他们做谁啊 现在海外大多数都大陆背景的人 可是做又挠不到仰处 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 开研导会的时候 总会问说 哎 伯利亚 你们这个大陆人 怎么来能更有效的牧养他们 那我就说你要爱他们 爱 有爱才有羊 其他都没用 你就是爱他们 不管他们怎么样 就像耶稣爱你一样 爱到底 就这样 你要是不这样 你无法去牧养他 为他舍命 对不对 危险来了 你先死 你就会建造起教会 你就会牧养他们 他们因为这些人 那眼睛都是 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 很明亮 特别亮 能看清你的问题 你不要以为你的 他的眼睛特别亮 跟手术刀一样 我们中文一句话叫 马列主义 心儿朝外的 你知道吗 这个今天我们读的圣经 很多就为牧师读的 为长老读的 为老婆读的 为孩子读的 对吧 当然有的姐妹 也是为老公读的 圣经那么说 怎么样怎么样 自己都做不到 那都是给别人读的 这就是圣经需要改变 所以在教会里边 我们看到这个 当使徒时期结束以后 到第二世纪的时候 那个福音广传开始 教会越来越走向正规 尤其主后325年 323年 这个康斯坦丁 发布了米兰设定之后 教会成为公开的教会以后 那个教会 他的权力越来越大 金钱越来越多 资源越来越多 然后那个时候 教会开始 这个也开始腐败 开始腐败 所以呢 当我们今天看到 初代教会的 对人进入教会的要求的时候 我们今天 反思我们今天的教会 我这个人 我是读马丁路德和加尔文 我也读过 我也不是没读过 我的老师就是改革宗的 可是当我回头看 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时候 他强调的那个阴信称义是没有错的 但是他却有意无意的 他伤害了教会的权威 当然他是对那个 天主教的教会 天主教会的腐败 可是 他却忽略了有一点 这个教会是大公教会 在我们信的使徒信经里面 有一句话叫 我信圣尔公之教会 这个圣尔公之教会就是 当时的 不管是这个 马丁路德改教出现的几个大宗派 圣公会 魏理公会 这个长老会 这个进行会 那这些大宗派 这是属于大公教会 那天主教算不算大公教会 如果使徒信经写的 从古罗马信经到使徒信经的时候 这是初代教会 可能大概400年的时候 那时候就已经进入到天主教的时代了 所以天主教也被称为大公教会 如果你相信使徒信经 你就要维护教会的尊严 我原来对教会不感兴趣的 我什么对教会感兴趣 我在神院的第二年 神院第二年 那这个 我记得 我们中国大陆背景毕业的 或者进入神院的人帮朋友 大多都不募会 不碰教会 甚至都不在教会里聚会 很有名的传道人都不在教会里聚会 我就不说名的了 你们都知道吗 对不对 在文化界很有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 有几个在教会聚会的 他们有几个委屈在教会的 几乎不多 偶尔到教会做个礼拜 给牧师面子了已经 对吧 很给面子 那有的就从事杂志 做杂志的 不去教会的 这些人都 你知道吗 可属灵了 属灵都不得了 觉得就只有他有生命 但是从来不去教会 偶尔去某教会都是讲道去 没有谦卑的听听牧师做礼拜 做礼拜 敬拜神 扫扫地 这个团庆生活 做个菜给病人送去 没有 写书的 写书的 对吧 在海外校园写文章的 那一大堆 对吧 没有固定教会 搞电影的 电视的 没有固定教会 对吧 那这都是 你说他是文化基督徒吗 我不认为文化基督徒得救 这点我可以确切地跟你说 文化基督不得救 文化基督徒就是没有 进入到基督里 他这是在文化上认同基督教的信仰 我这点我可以确定 他是不得救 他怎么能得救呢 他只认同 那像尼格蒂姆 来到耶稣的面前说 拉比 你所做的事 如果没有神与你同在 无人能行 尼格蒂姆得救了没有 尼格蒂姆都没得救 尼格蒂姆承认耶稣从神而来 尼格蒂姆承认 耶稣所行的神迹 如果没有神同在 无人能行 尼格蒂姆也承认 他尊敬耶稣为拉比 是老师 那尼格蒂姆也 他也尊敬耶稣 可是尼格蒂姆没有从生 没有从生怎么能得救呢 就是他的生命 还是亚当里的生命啊 他只是在 他没有进入到基督里啊 他没有通过十字架呀 没有与基督同性十字架呀 没有在基督里 他怎么能得救呢 所以当然我不是针对我们今天尼格蒂姆写这个这个 他没得救呢 那后来路加菲写 使徒行传的时候就没有大人了 就写 提亚非罗 没有大人了啊 那就是主那弟兄了嘛 我们 他就 他就进步改变了嘛 所以呢 我告诉弟兄姊妹 这个 如果一个基督徒 他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 他可能 真的在得救上 有问号 他必须经过十字架 才能在基督里 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够得救 在亚当里是不可能得救的 这个我想你 你没有意见啊 这个绝对你是没有意见的 你跟我意见是一样的 没问题 那我后来就在神院第二年 我就看到我们中国大陆这些 服在台面上的 这些服侍主的 我也不能说他们不爱主 非常爱主 非常爱主 但是他们的教会生活是缺乏的 这点是事实 那我就是从我信主 从我受洗到现在 我就没有离开过教会 我什么教会都待过 我待过卫理工会 我待过长老会 我待过这个归正教会 我也待过五星节教会 我都去过 我都去过 每一每会 美国的好多的这个教会 我都去过 那我还待过地方教会 所谓的地 我不是招会啊 我是尼托生那边的 叫基督徒之家 这个不是招会 我也了解尼托生 这个神学的体系 这个我在他的教会 生活过两年 甚至做过两年的传道人 当然那教会是走出来了 从尼托生系统走出来了 已经安利牧师了 不是管教弟兄 弟兄了 是这样的 所以我对各个教会的情况 比较了解 那我就觉得 觉得我应该去做 牧者 做神谱 其实从我的客观条件来说 我是北京大学作家班的 那我在普利斯顿 也是跟文化人在一起的 那我应该是毕业后找个 找个杂志 不行我自己搞个杂志 对吧 那或者我找一个报纸 我来做文字工作 这是我的老本行 只是过去我来写这些东西 写社会问题 今天我来传扬福音 但是进入到教会 做牧师 从来不是我的理想 不是我的理想 也不是我的长处 从我个人来说 我在家里是幼子 我的父亲四个儿子 我是老四 明白这意思吗 你知道我说这什么意思 你们懂了吧 长胸比较宽厚 长胸性格稳定 那个小儿子 圣经里一些小儿子 都是负面的 声音一些小儿子 全是负面的 没有政变的 对不对 那个浪子回头 是小儿子回头嘛 浪子嘛 对不对 那不是长子嘛 对吧 那我是 我是小儿子 小儿子是不愿负责任的 小儿子不愿承担责任的 因为都哥哥 我三个哥哥 从小到大 承担我的责任 我从小到大 我的姐姐给我洗衣服 哥哥帮我打架 那总而言之 我是属于被宠的那个 你让我去做牧师 然后我牧养一群 跟我一样的人 我怎么能牧养得了吗 不可能嘛 真是神的道路 高过我的道路 那我现在已经 从 九九七 九七年 我在教会里面服侍 做传道了 到现在 二十五年 二十五六年了 那我一直做牧师 我二零零零年案例 到现在已经二十三年了 做牧师 那做牧师 我还自己开拓教会 2003年我开拓封仑华教会 从二三十个人 从华盛顿 开拓 做知识分子工作 那时候我们没有薪水 我们的薪水是靠信心的 教会第一年奉献六万美金 包括租金 包括什么的 那这个就不用讲了 牧师的薪水 那不是一般的低 然后我们就开拓了 新加坡教会 开拓了三间 然后我们又开拓了 纽约 开拓了三间 然后我又开拓了 费城的 封仑华教会 然后又开拓了 旧金山的封仑华教会 路上基的封仑华教会 路上基又开了两间 圣地亚哥的又开了一间 然后我又到澳大利亚 悉尼开一间 封仑华教会 这么说吧 我们这二十年 我在这个教会 已经二十一年了 我做了二十一年的牧师 我是牧会的牧师 我不是讲道就完事 我要探访 关怀 医病 赶鬼 到医院看望病人 做菜去探望新人 去夫妻打架 替他们这个调解 然后到监狱里领回那些犯错的人 然后到这个医院里 看望那些垂死的人 要回天家的 为他们祷告 做追思礼拜 为他们送行 婚礼 葬礼 有的时候一天都有 上午是这个 这个葬礼 下午就婚礼 然后到医院 为他们祷告 守望 什么事情我都经过 二十多年 但是我越来越爱我的教会 我越来越爱我主耶稣基督的教会 我觉得这二十多年 神改变了我 把我从一个小儿子 改变成像我的哥哥一样 他们那么有胸怀 有承担 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 到年底的时候 当我们去评鉴 我们一年的事工的时候 我说责任是我的 成就是大家的 荣耀是上帝的 所以慢慢的 神就通过教会的生活 改变了张伯利 是我成为一个神谱 我过去怎么会 我就是一个知识分子 我也会批评人 你以为我不会 我过去写文章 我也会批评人 我过去在中国写报告文学 老批评 中国这不好 那不好 这不好 那不好 这叫缺德派 缺德派 那现在信了主了 我们嘴上说的话 都是祝福的话 你看现在我二十多年 你什么时候听我 我在网上骂过哪一个传道人 我批评过哪一个传道人 你找了你可以给我 你说张伯利你批评过 这个某某某 上帝不给我这个恩赐 这不是我的恩赐 上帝给我的恩赐 就是成全圣徒 建立基督的教会 所以今天 所以我们关于这个 我们讨论了很多 关于今天的这个题目 这个 就教会的使命和征战 我们刚才讲了 这个教会当他一成立 他就面临着征战 就是撒旦就想吞掉他 启示录讲那个大红龙 就是撒旦 他已经被鲜血喝的 又大又肥 变成了大红龙 这个鲜血喂红了他 那他就要吞掉那个妇人 和那个妇人的婴孩 那当这个妇人 保罗在他的书信 以夫所书讲到说 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是没有皱纹 疾病瑕疵之类的 那这个表示教会的圣洁的部分 教会是要分别为圣的 什么叫圣 为什么 这个来到教会 我们管这个圣 圣的原文的意思 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 分别出来 从哪里分别出来 从世界分别出来 归神 过去我们属于亚当里的 现在分别出来归基督 那这个分别出来 这个成为圣徒 那我们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 基督的心腹 神儿女的家 也是敬拜神的殿 这保罗在他的教会论 在他的四点 这保罗的神学里边 那当然初代的教会 也给教会很多定义 比如金灯台 这个什么 这个葡萄树 好多好多的关于教会的比喻 这些比喻都讲到教会的特质 那今天我们 张大老师跟我说 那教会究竟要做什么 教会其实就三个使命 这个三个使命呢 耶稣基督在 使徒行传的 第一章第八节 讲了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使命 就是福音的使命 如果教会不传福音 那教会就死了 教会就失去了 他在地上的意义 耶稣他的门徒们在 使徒行传第一章 问耶稣说主啊 你复兴以色列国 还就是这个时候吗 你看我们看看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怎么说的 你复兴这国 就是这个时候吗 对吧 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 那耶稣 我觉得耶稣挺无奈的 门徒们这样问他 耶稣讲 跟我三年半呢 跟我三年半 我复活以后 又给你们四十天呢 结果你们还不知道我的意思 他问耶稣说 你复兴以色列国 耶稣来是为了复兴以色列国吗 耶稣从来没说 要复兴以色列国 耶稣说 我的国要在地上 行在地上 如同在行在地上 我的国是没有穷尽的 地上的国都会结束的 我的国是没有穷尽的 他的国就是教会在地上 这就是他的教会 就是天堂在地上的彰显和预表 所以呢 耶稣就告诉了门徒 你们理解错了 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 圣灵降临 你们就明白了 圣灵充满你们就明白了 等候圣灵的降临 然后你们得到能力 然后在耶路撒冷 犹太权利和撒玛利亚 直到第一 做我的见证 那这个见证 原文叫 马丁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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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希腊词啊 就是见证的意思 也是殉道的意思 见证人就是殉道者 那就是传福音的人 传福音的人 他跟见证人是一个词 是一个希腊文 马丁维尔 也是殉道者 也是一个希腊文 耶稣这个使命 就告诉 所以教会 你衡量一个教会 是不是真正的爱不爱 主教 就看到传不传福音吗 有没有见证吗 就很简单吧 那如果你的教会 不传福音 天天批评别的教会 这个 因为你看别的教会 反正很快 你就生气 说人家信仰不存证 说人家这个神学有问题 我看太多网上这些 这些批评人的人 他自己都没教会 然后他自己 他那教会做了二三十人 他属灵都不得了 他那教会就神与他同在 二三十人 永远二三十个人 就与他同在 人那些每一年都增长 几百人 几千人的教会 他就说人有问题 那就今天我们 我们的问题 这是人的问题 你知道吗 这是一些 疫情没有被圣灵充满 圣灵内度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意向 没有使命感 又不愿意为主 做事 小事不想做 大事做不来 然后就是躺在那里 天天骂人的 这种基督徒现在太多了 而且大多数文化基督徒 不好意思啊 所以也许我说到了你 但没有关系 我这人 我没有点你名字 我说这种现象 这种现象非常严重 在华人教会里面 谁为主做工做得多 谁挨骂多 对不对 你不为主做工的 不会挨骂 我们有的杂志 做什么骂人 哪个传道人为主做工作 他就攻击人家 不如他 那个人我认识 那个人 从我认识他就说 我一提醒哪个传道人 我说哎呀 这个余红杰怎么样 那差远了 那他原话就是 我说这个谁 差远了 我不知道他差远了 是与圣经差远了 还是与他差远了 我不知道这他口头远 这人差远了 孔子说三人行 必有我师 那不信主的人都懂 要每个人身上 都有我们所学习的东西 所以这个 这个是我们知识分子 尤其要注意的 那教会 我建立佛罗教会 建立了这么多年 那第一个 我知道这教会是神的 我知识他的仆人 那有一天我退休了 我就把他交给下一代 继续的来 来建造主耶稣的教会 那这个教会 我知识其中的一个仆人 那教会的使命 我觉得首先是荣耀上帝 就是聚会 崇拜 如果教会没有崇拜 不能叫教会 耶稣说两三个人 奉我的名聚会 我就在你们中间 这个聚会 就是奉耶稣的名聚会 这就是崇拜 那今年的新月教会 都是有salvation 庆典在主日 那主日的意思 不是安息日 很多人理解说 主日不就安息日吗 一个礼拜六啊 来争论 然后就怎么样怎么样 但主日是主的日子 这个不是启示录说 那个主的日子 启示录说 那主的日子跟这完全不一样 这个主日是这个 庆祝耶稣基督 一个庆典 欢呼基督的复活 这个意思啊 所以一个教会 也要敬拜 一个教会 也要有见证 疫情 生命被改变 在亚当里 到基督里 通过实际上 被破碎的人的见证 如果一个人的见证 除了口讲 还有生命的见证 身体力行的见证 服侍的见证 生活的见证 什么叫生活的见证 过去天天骂人的 现在祝福人了 对吧 过去自我为中心的 现在是以神为中心了 过去有钱就去餐馆 喝酒吃饭的 请一帮胡同购友 先把钱奉献给教会 做宣调 这就是生活的见证 过去夫妻吵架的 打算你死我活的 现在爱的你死我活了 对吧 这个这就是生命的见证 生命的见证 这个所以 过去是以马列主义世界观 为我们三观的 今天我们以基督 基督的 耶稣基督的圣基世界观 成为我们的观点 这个很难的 美国的 Christian today 他有个统计 说美国的基督徒 占美国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多 现在原来是八十多 现在六十多 在美国人口中 说我是 I'm Christian 这个这种人 他去不去教会 不知道 去教会没有百分之六十多 但是他说他是基督徒 你还给我们家 检草那个 墨西哥来的 这个工人 我问他 你信什么 他说耶稣 我说那你是Christian 他耶 那你去教会 No No I'm busy I'm busy 因为李北他要捡草 你知道吗 他 busy 他不去教会的 那他说他是基督徒 像这类的 要加一起百分之六十多 但是真正的具备 或者赤手 圣经 圣经世界观的基督徒 只有百分之六 可怜不可怜 可怜 那中国呢 中国基督徒 就算我们中国 有一亿基督徒吧 你说没有 八千万 八千万也没有 七千万 总而言之 大概是在这个 百分之七 百分之六到七 左右的中国的基督徒 包括城市的 乡村的 三次的 家庭的 都包括一起 天主教 都加一起 这个叫 能够有多少 赤手 圣经世界观 会比美国高吗 我告诉你 我觉得 不一定 我没那么乐观 我牧养的教会 中国的 我们现在教会 洛尔基 我牧养的 分堂三百多人吧 有多少 赤手 圣经世界观呢 我觉得跟美国的 比例差不多 我这样说 可能我们教育 有些失望 你别失望 你就是那个 赤手 圣经世界观的人 你别担心 我没说你 对吧 赤手 圣经世界观 容易吗 OK 圣经说 那人读记不好 我要造一个配主 配偶帮助他 你是丁克 不是你是不结婚的人 你就 你就违反 圣经世界观 圣经说 生养众多 管理遮地 你是丁克族 你不生 你就违反 圣经世界观 你还觉得对 王一 原来不就是 丁克族吗 对不对 他自己都承认 来信主以后 一看 哇 生养众多 众多达不到 那一个总是可以得生吧 所以他生了王淑亚嘛 对不对 他得改变呢 王一 原来就丁克 两人结婚 玩得好好的 吃得胖乎乎的 你知道 四十五玩 哪旅游 两个人多浪漫 要孩子影响我们生活 但信主以后 他要回归 圣经世界观 如果圣经说 不可以杀人 那你就堕胎 那你就是违反了 圣经世界观 今天多少基督徒 认同美国的堕胎政策 对吧 那我们美国那时候 前段我做了一个节目 川普 那个不是川普了 共和党他们推动这个 把最高法 最高法院 把这个堕胎这件事 交给各州来处理 那你知道 我 我们 我不说我们教会吧 就我认识的基督徒 就好几个打电话 大骂共和党 堕胎 你管人家 你管人家干嘛呀 堕胎就是人的自由 这是人权 那你考虑到母亲的权利 你有没有考到 儿童的权利 她的生命权利 你有什么权利 把她杀掉 让她不僵上世界 你没有这个权利 这是 这是违反人权的 生命权 这个是更重要 更重要 那你面对同一链 今天同一链 我们觉得无所谓呀 反正我们家没有同一链 特别扫扫地 我也不管 我也管不了 那你这是圣经世界观吗 那你面对现在加州这个变性 基督徒有几个讲话的 牧师有几个讲话的 我到现在看就我一个在讲话 是有风险呢 我也没在教会讲台讲 我在我的谈天说地讲 说地 你不能封我的教会 对不对 那我有言论自由 好 这些多少人能够严格的 赤手圣经世界观 我们用圣经的观点看世界 世界是堕落的 那我们是否在堕落中有份 所以这个教会 如果生活的见证没有的话 这个教会 我觉得也是有问题的 第二个我觉得 教会的使命就是 最重要的就是传福音 传福音 耶稣说 在马可福音16章15节说 要将福音传给全向天下 是万民做主的门徒 在约马太福音28章 那这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 对万民做见证 末期才能来到 马太福音24章也讲到了 这个我们的做见证 这第二点 要传福音 所以保罗在格林多 在那个提摩太后说说 这个我这为主被求的 劝你们无论得失不得失 总要去传福音 那这个福音 要去传福音 这个福音是 神的大能要就一切相信的 这个福音是教会的使命 如果教会不传福音 教会就变成了俱乐部 对吧 不传福音的教会 是不是俱乐部啊 你好我好他也好 大家这个吃也不讲福音 然后教会不增长 但有些教会不传福音也增长 就到别的教会去拉人 钻找这个教会拉人 我们教会 我们我现在牧养 若然记分堂 每一年我们受洗100人 100以上 连续四五年了 我们100以上 那过去小 那时候一两百人的时候 那我们每一年受洗有五六十人 我们教会就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 我每个礼拜天讲到 大多数不能全部 你们可能看我们风楼滑销 我们教会的聚会 因为现在放在网上 可能就我讲到了 包括前面的敬拜啊 后边的呼召啊 互动啊可能都删掉了 但你要知道 我每次讲完道 我大多都会呼召 即使主日总办 即使我讲奉献 我都会呼召 呼召给人信主的机会 上帝很恩待我们教会 每个礼拜天我呼召 都会有人缺制 这就很特别的一个教会 所以那些福音朋友 在别的教会不信主信不了 家长或者亲近朋友 就往我们教会带 带信主了 又给他带回去了 你知道吗 这种事经常发生 就是带他张牧师的信主了 然后再给他带回来 我们教会就 那就感谢神 我们教会上帝就给我们 这样一个恩赐 让我们可以 这个带人信主 传扬福音 不仅如此 我们教会 这个佛仑华教会 我们还建立了神学院 因为教会还有教导的功能 成全圣征 成全的时候 也在真理上让他们扎根 让他们成长 从婴孩 长到基督的身量 这个需要教导 门徒的训练 如果一个教会没有门徒训练 这个教会不会成长 那韩国的教会都在做门徒训练的 我这有一本书 这本书我推荐你们看 我最近讲课 我在神学院讲课 我就在看的 叫唤醒平信徒 韩国的 不要以为韩国都是黎根 这个是爱的教会 爱的教会 不是黎根派 是福音派的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牧师叫 玉汉清 玉汉清 我建议你们买这本书看一看 这个对我很多启发 他说如果没有经过门徒训练的 教会的会友 不可以参与服侍 因为他会跟你横着来 意思就是你这个什么都不懂 你没有在基督里边 你也没有在圣灵里边服侍 你完全靠肉体服侍 有的在说 我原来进一会的 我长老会的 我到时候教会就按照我的方法 我们进一会的 到你的教会 你一定要是要尽礼 那长老会到时候一定要点水 那否则你们就不合乎圣经 这个不对的 在爱的教会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告白 点水进水 那都有圣经根据 所以他们不在这个方面争论 他们就是培想平信徒 唤醒平信徒 门徒训练的原理和实践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教会有门徒训练 从我建立的教会 一直门徒训练 祷告会的训练 训练大家祷告 我讲过关于祷告的十二讲 为什么要祷告的十二讲 怎么样的祷告 我们有这个 有这个 向上的 敬拜赞美上帝的祷告 这个求你的国降临 对上帝的 遵从的祷告 我们有代祷 我们有医病的祷告 那我们有为那些 有需要的祷告 我们还有这个宣教的祷告 我们各种各样的祷告 要学习祷告会开口 很多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 你让他谈神学理论 谈的一大套一大套的 你让他祷告 他就傻眼了 你知道吗 他祷告不出来 祷告不出来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祷告不出来就是 还是自我中心的 祷告是如果你不到空你自己 你祷告不出来的 祷告你一定是自己是空的 然后让圣灵来充满你 让圣灵引导你的祷告 当然你用悟性的 保罗说我们用悟性祷告 也用灵祷告 这两个都需要 都需要 悟性的祷告 我们对上帝的赞美 我们对灵魂的热爱 怜悯 想到我们的同胞 我们因为中国祷告 我们就流泪啊 为我的同胞骨肉之亲 我自己被咒诅于基督分离 我都愿意啊 我就想到耶利米说 这个 这个 卖收已过 下众已完 什么 我的同胞还没有得救 愿我的眼为水 泪为全员 为我同胞被杀的人 昼夜的哭泣 当我们用这种词 或者祷告说 这个 这个 想到西安就哭了 诗篇说 我们坐在柳树下 弹琴坐在柳树下 一想到西安就哭了 我们一想到北京就哭了 想到这个 这个 中国就哭了 这都是爱同胞的心 这个祷告 你不祷告 你怎么会爱他呢 我们一祷告 我就会想到 王仪 我就会想到 曹三强 我就会想到 王炳章 我就会想到 坐牢 张展 这些 这些我主内的弟兄姊妹 我就会流泪 我们祷告 一想到国内家庭教会 面对这种艰难 我就会流泪 我就会跟他们提的很近 我就觉得我必须 这个 为他们征战 和他们一站在一起去嘛 一个肢体受苦 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 一个肢体得荣耀 所有的肢体一同得荣耀 这就是我们 怎么叫基督徒 弟兄 什么叫弟兄 弟兄就是当他遇难的时候 你和他一起站在一起 这叫弟兄 可是我看到王仪坐牢 不是所有的弟兄 都跟他站到一起哦 批评的很多 有一个牧师说 他不要殉道吗 给他一颗子弹 这也是我的好朋友 我不知道我说什么 但是我就觉得 面对主吧 这种语言 不是弟兄能说的 所以教会 要培训门徒 所以我们现在 成立神学院 我们现在已经 培训了四百多个 已经毕业了 这个两百 快三百人了 我们现在有四百多人 在神学院 还有一百多人 在神学院 我们第三期毕业 就四百多学院了 我希望这十年 我能培养一千个神学生 他们能够在世界各地 来宣教 来传福音 第三点 教会 就像我们今天所讲的 要为真理竭力的争辩 教会一定是面对 属灵征战的 而且我相信 耶稣已经得胜 这是我的信心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撒旦会被关起来 会关一千年 然后他被展示放出来 后来又把他 扔到硫磺虎虎里边 耶稣是得胜的 这点我相信 不管这个战争 多么惨烈 不管这个征战 我们会付出多少代价 但是我相信 耶稣已经得胜 而且他必然得胜 这就是我们的 征战的信心 保罗说的美好的仗 我打过了 当跑多路 我跑近了 所信的到我守住了 所以这个美好的仗 打这个美好仗的时候 我觉得 我们今天也要打仗 基督教不是你爱我 我爱你 就是你爱我爱 没有原则 所以唐诺诺牧师在这讲说 今天的华人教会 都被爱给害了 他其实他还有一句话 就是没有原则的爱 没有真理的爱 那没有真理的爱 没有真理 那就是俱乐部嘛 对不对 所以 尤大叔说 第三节说 要为曾经一次交付圣徒的真理 竭力的争辩 这个争辩 是与异端的斗争 教会一直到主耶稣 应许我们的时候 教会被提 号统吹响的时候 之前一定会一直存在的 所以教会一定要 提供准备装备门徒 训练门徒 他们认识真理 把握真理 活出真理 也能为真理竭力的争辩 这个才对 否则我们今天一帮 基督徒都大婴孩 我们叫巨婴 来到教会 要一流的牧师讲道 我才来 否则不如我 不来 那个牧师讲道不行 我跟你讲 只有我们谦卑 就是那个牧师 把神的话读一遍 我们都有领受 不一定说 他讲得多么 都像唐从容牧师那样 那就那一个唐从容牧师 大多牧师都跟我水平差不多 都是普通的牧师 那只要他谦卑服侍 做全样的榜样 我们跟他一同来服侍 一同来成长 所以我很不喜欢 讲道的时候 这个有人在刷手机 我看了我会制止的 这个我觉得 这是对传道人的极其不礼貌 有的人就要刷微信 其实也不看 就刷 那你能看什么 就这么刷 那就是很无聊的感觉 你知道吗 那个动作 就对牧师讲道很烦 那你来教会 你干嘛来了 对不对 来教会就是要 谦卑的来听牧师讲道 我原来也有这样的 有些牧师讲道 我觉得我不以为然 后来当我当牧师 我才知道 多难一篇讲章 一个牧师写一篇讲章 我写一篇讲章 我告诉你我得三天 我还是作家班出身的 没用 那讲章要解经的 要惨多参考书要看的 他花了那么多的功夫 来讲道给一份尊重 我觉得这是应该的 那如果你觉得不行 他不行 那就像我一样 自己读神院也做牧师 对吧 你还不愿意 这个 留恋世界还不愿意 所以我们这个 征战为真理的 结地争辩 是表现在异端的方面 因为异端太多了 从初代教会到现在 教会一直给异端征战 教会不怕逼迫 当然我们不欢迎逼迫 可是逼迫来了 我们不怕 因为逼迫通过火的淬炼 可以使教会练得比金子还宝贵 那帝公子里的生命比金子还宝贵 这是所以逼迫来临的 我们并不怕 可是怕异端 所以有一句话说 逼迫杀死千千 异端杀死万万 当一个错误的教导 来到了主的教会 主的教会就搜索了 你看现在东方闪电 新天地 摩门教 耶和华见证人 还有那些极端的呼喊派 三班仆人 那么这个都在危害主的教会 还有一个危害教会的就是传销 世界把这个马门当作神 我今天讲启示录 不是讲那个使徒经乱 我今天讲使徒经乱 讲到那个西门 那个赶鬼的 那个信了主 那个行邪术的西门 他那个有个英文词叫他 圣 Money 圣Money 那这就是西门的名字 就是圣Money 就是我们在圣所里边 我们却把Money当作上帝 今天海外的华人教会 受直销的影响非常直接 我经常讲 我们教会任何人不能在教会 向弟兄姊妹卖直销产品 因为我们传的 保罗说你们传的跟我传的 不一样 可咒可足 在教会里边 如果不传基督的福音 传世界的跟金钱有关的东西 可咒可足 因为这是危害教会 你知道这个赚钱上瘾 我现在才知道 为什么他们那么上瘾 这是上瘾 就跟我们现在 新耶稣祷告上瘾一样 我现在新耶稣上瘾了 我传福音上瘾了 我一天不传福音我就难受 我看教会还有摸到游 我就难受 我就一定要把他们 带到基督的面前 所以这是上瘾 他也上瘾了 他一上瘾就拉回来 好 很好 很好的通工 就一下子就被拉走了 非常难过 所以叫为真理竭力争辩 那怎么办呢 你要教导真理 要门徒训练 我们有神学院 有门徒训练 然后要为了羊群 为全群谨慎 也为自己谨慎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让 这个弟兄姊妹都了解 我们的信仰告白 我们信仰告白 无论从三一神论 救赎论 基督论 教会论 圣灵论 末世论 我们都训练 每一个进入教会的人 他要了解 我们教会的信仰告白 这个很重要 就一定要了解 然后在鼠灵征战上 这个我们知道 我们的征战 不是于掌权者 地上掌权者的征战 我们是于空中掌权者的征战 保罗在以后所说 讲得非常的清楚 但是地上的掌权者 常常成为空中掌权者的差异 我这句话再重复一遍 地上的掌权者 常常成为空中掌权者的差异 就于那个黑暗权势 撒旦的差异 他不是来 他来攻击主大教会 初代教会一建立的时候 第一个 要消灭教会的 就是地上的掌权者 就是撒族该人 就是犹太人的工会 对吧 第二个才是教会内部的 像亚拿尼亚 撒非拉 他们这种 这种欺哄圣灵 还有那些软弱的 为了吃饭也争论 吵架的 这些人 来 这些人 叫做撒旦的轨迹 他通过内部的 外部的 一起来消灭教会 但是主保守了他的教会 主会保守他的教会 所以我们 也是要与魔鬼的征战 那所以彼得前处说 勿要请醒 勤手勤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可以吞吃的人 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 抵挡他 那保罗也提醒 我们穿上 全部的属灵军装 好在磨难的日子 抵挡仇敌 对吧 这个 所以我们要训练 我们的 同工们 认识真理 在美国 我听过一个故事 美国这个辨别假钞的技术员 他从来不研究假钞 他摸真钞 每天摸 摸 一天摸的几千遍 然后就 最后什么假钞 到跟上一摸 跟真钞不一样 就扔出去了 管你什么假钞 基督徒应该有这个本事 好好读圣经 好好研究我们的真道 什么东西 你觉得味道不一样了 管它是从哪来的 就把它剔出去 就像这个 这个新天地的 刚开始的味道很像 好像基督教 讲讲的就 李万希就基督了 就再来了已经 你知道吗 这个东方展现全能神也是 讲一讲的 这个基督变成女的了 男女平等 第一次来基督来是男的 第二次就得女的 这样平等啊 是男女平等 互舍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要 要有这样的训练啊 训练 所以教会的基本功能 敬拜 还气 教导 侍奉 宣教 这个都必须有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天天 同行合一的 在店里 在家中 掰饼 存着欢喜 诚心 用饭 赞美神 得众名喜爱 神将得人 天天夹给他们 使得神将第二章 讲得很清楚 那时候是天天的 今天我们要天天的 你说没有 我们教会就开放一天呢 那是一天的崇拜 但是天天你要敬拜神 早上起来 自己可以在家里 唱诗歌 赞美神 早上起来 第一个祷告主啊 把这一天让我分别为圣 归于你 虽然教会也没有 就会我跟你在一起 咱俩的团契 你跟主的团契在一起 这个才是真的 所以我在 马来西亚宣教 他们有一首歌 用福建话唱得特别好 这个 这个 就 就 真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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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信耶稣 真正好 真正好 来信耶稣 真正好 我的福建话不标准 大概这个意思 我听着 然后就 拜一 拜二 拜三 拜四 拜五 拜六 后个礼拜 整个礼拜 真正好 我觉得 小孩就在唱 我就很感动 我就看那些孩子 用福建话唱 我就感动 我们小时候唱 唱什么 天大地大 不如毛鞋 恩情大 爹亲 娘亲 不如党的恩情深 这胡扯都 你像这孩子唱的 你看 他真正好 来信 礼拜一 拜一 拜二 拜三 拜四 拜五 拜六 整个礼拜 都是敬拜主 这个才对 就是 使徒行传 实习的 天天的 同心合一的 在店里 在家中 他们那时候也天天 虽然现在我们教会是三次 周间祷告 礼拜五的团契 礼拜天 但是我怕 弟兄姊妹 我们天天的与主同在 这个才是教会的形态 那我们很多弟兄姊妹 很多信主 我们这些知识分子 不要说天天 不要说一个礼拜 一次的崇拜 我都不能去 然后给自己找理由 教会有问题 你看到多少网上那些名人 说教会有问题 我不去 我照样得救 这也是一种骄傲的表现 教会有问题 但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那你就首先看 你有没有问题 如果你有问题 教会既然没有问题 你到那教会 那教会也就有了问题 所以有些人是找破口的 来到教会 有的是赌破口的 找破口的人 跟赌破口的人 完全是不一样的生命 对吧 生命绝对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基督多的使命 这个不仅于世界征战 那我们也要于撒旦征战 维护教会信仰的存证 然后呢 维护教会的权威 教会是有权柄的 教会的权柄不是你给的 也不是政府给的 耶稣给的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我都赐给你们 给你权柄 耶稣说 你们在地上捆绑 我在天上就捆绑 在地上释放 我在天上释放 马太福音18章19节 对吧 这是祷告的权柄 给你们祷告的权柄 可以践踏蛇 撒旦蛇和蝎子 给你权柄 你可以宣告 宣告 祷告教会的得胜 宣告你捆绑 撒旦魔鬼 宣告释放属于你的儿女 所以我们教会有 祷告的权柄 当然教会也必须活出爱 比如说教会的慈善工作 要不要有啊 当然有啊 天主教做得很好 这点天主教比基督教做得好 他们的宣教 就是用慈善工作来宣教 像医院呢 慈善工作 Masa Teresa是天主教的啊 不是我们基督教 不是我们新教的 对吧 中国的那些医院大学 过去都是天主教建立的 当然也有些 这个新教建立的都有 但天主教更多 对吧 所以呢要活出爱 要教会的福音使命 还有文化使命 这两点都要有啊 福音使命 就传扬福音 文化使命 就活出见证啊 管理这地啊 然后怜悯那些贫穷的人啊 怜悯那些啊 有需要的人 所以这这这都是教会的工作和使命 好感谢神的 张大老师我差不多了 我就分享这样吧 这个就今天根据张大老师 这个这个今天又是命题作文的 他告诉我讲这个 那我就跟大家顺着他的讲 我就讲一讲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上次我下的比较早 就是讨论特别热烈 很热烈 那这个 我我觉得非常好 因为有交锋 有热烈 那我们才知道 因为我们在这个群里边没有关系啊 我们都可以坦言的来讨论啊 讨论今天教会究竟你跟教会什么样的一种关系 那我跟大家说我是不会离开教会的 一直见主面啊 我一生就牧养一间教会到现在 我就永远这一间教会 我也不会离开的 我也不会辞职的 我就是退休了 我也在继续关心这个教会 关心这个教会 因为他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 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 谢谢张牧师 从张牧师刚才给我们的这个分享啊 这个从小儿子到一个牧者心肠的一个见证 不但是牧者心肠 牧者的见识的这样一个见证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得得很多 这里呢 我们有那个我的同工啊 这个汪承忠弟兄啊 他收集就是把上一次 大家的一些分享来反馈了 涉及了很多 那个等会儿呢 他可能会把这些问题先提出来 请那个牧师回应一下 那么我在这里呢 先提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刚才张牧师讲到的 不在基督里就是在亚当里 这个 那么这个涉及到 怎么样得救的一个问题的 那么我们也知道 丁光逊主教 他曾经为那些革命先烈 那种雷锋啊 那种雷锋啊 什么张诗德啊 这些 说那个说蒋介石得救 他们不得救 我看不会这样子 那种 请你评价一下 这个大主教的 这个救赎论 那丁光逊先生 我不曾在为弟兄啊 他我曾在为先生 丁光逊是美国的一个非常自由派的神院 应该是幽年的啊 这个纽约的联合神院毕业的啊 那么这是一个自由派的大本营 好像是宋尚杰就在那个神院被打成精神病的 那个神院宋尚杰被圣灵松满 读圣经讲方言 他们就给他送到精神病院去 丁光逊呢 丁光逊呢 是不是共产党员 不知道 应该是差不多地下党员吧 那么他呢 我都不要说张诗德没得救啊 他得不得救 我现在都不能确定啊 我觉得他如果从他的表达的这个理论 他的观念来说 他没得救 他在亚当里 他没在基督里 他改变了圣经很重要的观念 因信曾义 他在中国推广因爱曾义 所以唐诺牧师说 就爱把华人教会给搞坏了 那唐诺牧师不是说基督的爱 他说那爱就是从人本主义来的爱 那因爱能曾义吗 绝对不能吧 你不信耶稣信而受洗必然得救 不是说你爱而受洗必然得救 没有这个啊 那这个当然圣经里的核心是爱 是神爱和仁爱 尽心尽力爱住我的神 爱人如己 那这是他的核心 可是你要得救 你通过基督得救 在基督里面得救 你就得凭着信才能得救 张思德也好 黄继光也好 雷锋也好 他们没有认识主 他们没有认识主 他们也是 不管宣传他的是真是假 不管 范是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的 都不能得救 圣经说 天上地下 没有赐下别的名 靠着得救 这是启示 使徒行传讲得非常清楚 天上地下 没有赐下别的名 可以靠着得救 是彼得在他讲道中讲的 所以呢 共争党员不可能得救 张思德 白熊恩 都不能得救 这个丁光逊 也不见得得救 我这样说 是根据他的言行 因为他真的没有了解 音信诚意的道理 赵天牧师的这个 罗马书的讲解 我今天跟大家 就这么简单 罗马书 就是基督理 亚当理和基督理 中间是十字架 不在亚当理 就在基督理 没有中间地带 弟兄姊妹 没有中间地带 你或者是亚当理 你说我是 我觉得基督徒很好 我也保护基督教 保护基督徒 上帝纪念我 一定让我得救 或者我的爹是牧师 我的爷爷长老 没用 你就你自己 与神建立关系 你必须靠你自己的认罪悔改 通过十字架与主 同死同复活 在基督里 你才能得救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这些 得救不得救的问题 你一看你自己 就是有没有 你就知明白你自己 有没有得救 得救一定活出生命的果子 一定通过 跟与主同定十字架了 对不对 那你没有的话 那你就危险 那你就要 要思想你的信仰 所以我认为 张棠老师 问这几个人 都不得救 我也不怕得罪他们 可能得罪他们的儿孙 黄金光 董孙人也没有儿子孙 他们都炸死了 没结婚的 你知道吗 炮灰 很可惜的 炮灰 他们没有机会听闻福音 他们是很可怜的人 我真的这样说 很可怜 被洗脑 很可怜 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那天我 看 严格林的芳华 我看了以后 我就那群 自卫反击战的 我们这代人 我就那代人 我也差点没当兵 我当兵可能就 自卫反击战 说不定也就炮灰了 你知道吗 那我爹硬把我拉下来 不让我当兵去 我那时候还特别 不能理解我爹 那这个 我看那代人 我就很怜悯这些灵魂 那么鲜活的生命 巴巴巴 一下就全打死了 然后在那个云南 那么多的坟墓 一个年轻人 就给 他们并没有得到社会的尊重 他们更没有得到救恩 所以我才知道传福音多重要 这个世界少一个将军 没有关系 少一个医生 没有关系 少一个传导人 那差得很远 多一个传导人 就多少能听闻福音 可能这个传导人不完美 可是他把福音传给了别人 那个人可能真的就被主用了 这是 像我传福音那个农民 那个姐妹 他可能一生就带了我一个人信耶稣 我就有时候给他打电话 我说你干嘛姐 他说我还传福音呢 我说带多少信主 他想了半天 他说真正信主也就你一个 他传了一辈的福音 带我一个人信主 但是他说 我那你带一个人信主 就有我一份功劳 我说那对对对 那是是是 这个 所以你会看到 所以我们传福音 我们只要把福音讲出去 就好 种子拨下去就好 什么的生长发芽 结果 那在上帝的时间里面 所以还是要传福音 所以要不然这黄继光他们这类的人怎么得救呢 我还是对他们 我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很大的负担向他们传福音 因为我哥哥就是解放军的一个军官 做过团政委 所以还是我哥哥信主的 信主的 我们家很特别 我另外一个哥哥是警察 也是信主的 所以他是管宗教管理位子 退休了 信主了 因为管宗教也老读圣经 越读越越觉得神的话美好 就信主了 所以这个特别 上帝去显现这个百夫长一家 显现哥尼流一家 这都是上帝的恩典 好 还有问题吗 我们在那个温哥那个讲之前 我看看这里有那个有几个那个 那个他们希望就是听到在哪里听得到张牧师的讲道 然后在大陆如何参加那个张牧师的神学培训 这两个呢 请你给他们做一做那个解答 然后呢 就是说因为今天确实有很多人进不来这个房间 都在那个反映进不来这个房间 那么我们说这个回放呢 会在张伯丽谈天说地的那个频道 和我们尼哥迪姆真理追寻会 这两个频道上边有卢博 请大家在看不到的可以在那里去看 那请那个张牧师先回答这两个 怎么样进怎么样那个 好 好谢谢 那我是这样 我这个 我过去的讲道呢 大多数在中国有网站 后来都被封了 那现在呢 只有一个地方就是在我们自己的教会 叫丰收华夏基督教会 英文是hcccla.net 就是你上这个网站就能看到我的每个礼拜天的讲道 h就哈布斯的然后c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ccc 一个s三个c 然后la line 叫做洛杉�해라 然后到中国是或是地区的 洛杉� français 老三几的词 然后就 DOT NET 这个星球 Northeast 可以 可以了就每个礼拜天都有 那另外一个就进入到 我的谈天说地 我的谈天说地不停有讲到 还有我对一些 世界的发展的一些格局的看法 有这个 有对美国政府的一些 错误的东西的批判 也有对共产党的一些 对基督教逼迫的现象的一些批判 也有对我们 被逼迫的地鲁水面的一些声援 这里边也有 那就进入到我的油管谈天说地 你在国内你需要翻墙 翻墙 所以这个需要点技术 这个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要想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 是可以的 在中国大陆是可以的 你要进入到一个zoom 我们这个zoom在中国大陆早晨时间 是八点开始就有崇拜了 早晨八点 我们看我们是五点四点 晚上四点 七点啊 七点 八点好像 我应该是八点 把你八点来肯定我讲到 前面还有点敬拜 那就是我上个礼拜天 讲到在这个录音里的回放 我也会有时候我会参加 跟互动 跟弟兄姊妹互动 那我告诉大家这个入部的号码 你们记一下啊 叫993-7524-0690 993-7524-0690 然后我们那个密码呢 是123456 就很简单啊 所以你要记住993-7524-0690 那你那个时间就可以参加我们的崇拜 现在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在里参加 第一个问题回答完了 我再说一遍 993-7524-0690 你看我都能背起来了 然后呢 123456 早晨 中北京时间早晨八点 八点开始 基本上这样 到九点半就结束了 所以你要去你的教会参加崇拜 不影响 或者你 一般都现在国内也都在路面上参加聚会 看完我们这个路面 再回到你们教会的路面 也不影响 所以时间就是选着这个时间 现在也没有被封 这个还好 上帝有恩典 第二个 就是我们的神学院 我们神学院欢迎全世界各地的游戏知识分子 我们的神学院 大多都是本科以上毕业的 美国最多 美国占一半以上 那大多的留学生 然后来读我们的有博士 我们这里有医学博士 什么化学博士 一大堆的学问 但是我们读的都是 非常服饰主的 这个 这个非常有效的 我没有 把系统神学给大家看 因为我们是正书科 现在还没有硕士科 我们大概明年会有硕士科 那硕士科就按照美国的要求 就作业学费要求很高 我们这个非常便宜的学费 我们就读完了就900块钱 这一年就900块钱 你像我太太现在读她的博士 第二个博士 一个学费1000美金 1200美金好像 那我们这个 全部读完在900美金 我们一个学费在20多美金 那老师都 徐志修 王志勇 我 那么好多都是 我们所有的老师都是博士学位 有博士学位的 这个在教 即使教证书科 我们都要求有博士学位的 或者正在读博士的 在教 都是正规的 神训院毕业的 有改革宗神训院毕业的 有这个 这个 这个 有达拉斯神训院毕业的 有这个 我们正道神训院毕业的 反正都是正规神训院毕业的 才能教 那我们有没有大陆学生呢 有 我们第一届第二届都有 后来都被喝茶了 喝茶了 喝茶的同学说 警方 告诉清清楚楚的 不能读张国立办那个神训院 那个他叫黄埔军校 我们没有叫黄埔军校 我们叫华夏福一 神训院啊 那我就爱开玩笑 我就说了一句 我们是第一期 黄埔一期 就这么一个玩笑 就是成了人家 疯的 这个对象啊 所以给他们谈话了 那我发现 谈的人也 也都是公务员呢 警察也有 来我们这读的 还有这个 大学老师 中学老师 小学老师 这个都要被谈的 但是农村的传道人 他都没有这么谈 他也可能也找不着 当然我们现在 在招国内的学生 我们就很谨慎 我们审查比较严 我们基本上就要传道人 否则我们就不要了 那传道人呢 他们也都不露脸的上课 其他的海外都必须露脸 他们不需要露脸 我们在网上上课啊 那这个 欢迎你们来读 不过我们第三届 已经满了 开课了 我的课已经讲完了 进入到 耶稣生平第二课了 那所以呢 我们这个 就不 你现在可以报 但是你得第四届 明年才能入学 明年九月份开学 第四届啊 我们一年一届 一年一届 一年一届 这个非常快 所以每个礼拜天 你要花四个小时来读 回去要花最少 四个小时写作业 每一天 那就这样了 我们要求也很严 那也 第二届 我们就有七十多个 没有毕业 毕得了业 只有八十多个毕业了 第一届 有一百三十多个毕业 那这一届 我们希望我们 那个毕业的比例 能高一点 因为 完不成作业的 我们就基本就不能毕业 所以这个 读神医院 作业会掉一层皮 我是掉了 二十年的皮 我读神医院 读了二十年 我很笨 我在正道读了三年多 我在新加坡读了十二年 十三年 我都忘了 这个就是在网上读啊 或者去读上密集课程啊 后来我要到美国 林肯又读了好几年 林肯大学 所以这个读书就是写作业 不写作业 你根本就记不住 你也不能融会贯通 你看唐总统不是讲到 他从来不看圣经 今天我跟你讲 我也没有奖章 没有PPT 这都是荣会贯通在里边了 那你的 你的神学 观念 通过圣灵 荣会贯通在你的里边 然后从你的生命 表达出来 这个就变成你的 你就可以教 你不仅教理论 你还要教怎么样的做人 做仆人 这个很重要啊 好 欢迎你们来读 那这个尼克蒂姆的同学们 特别欢迎来读啊 那我们要求就是信主两年 受洗两年啊 信主 你说我自己信了不是受洗 那不算信啊 这个那是你说的信 我们信就是信而受洗两年 然后呢 在教会里有一些的服饰 否则圣经 起码你要读几遍 有服饰 你才能够懂 我们做教 我们教的都实践神学比较多 实践神学的可能 灵修祷告 个人谈道 讲道学 这个 还有 使徒行传 保罗书信的 教会的建造 讲初代教会的建造 通过使徒行传 和保罗书信 然后还有基督生平 创世纪 再加上这个 基督教 教会的心理辅导 然后教会建造的一些规律 还有 这个 还有这个 基督徒的社会责任 王仁勇牧师讲的 基督徒的社会关怀 社会责任 那这些课程都是根据 在教会里服事的 比方小组长啊 这些同工们 准备的 如果你没有教会 你要学了我们这十几门课程 你可能就会开拓教会 你就有信心 你也懂教会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就是为了开拓教会准备的 不是为神学家准备的 神学家你就得去美国的正规的神学院 那些比较学术造诣比较高的神学院去读 好 谢谢 今天呢 我们也有一些特别的客人在我们这里边 我们把时间交给汪哥 来那个 汪哥 张牧师和 张牧师平安 因为咱们老见 上礼拜不就见了吗 来教会做礼拜了 对对对 上礼拜我去了柏林牧师的教会 他们正好十一周点去 我到美国来的第一个教会 我待了将近四年 就是在柏林牧师家里 他给我送了一颗鸡蛋 他们家的鸡下 对对对 是我喂的 然后今天我们有一位特殊的客人 就是我们成都的维权律师 卢师卫的妻子和他的女儿来到我们家里面 我知道柏林牧师你在上个月 当这个卢师卫律师在老窝出事的时候 你就专门做了一期节目 来讲述他的故事 为他们祷告 所以今天正好他的妻子 张春晓女士也来到这里 我说正好能不能请张牧师 为卢师卫律师 为张春晓和他们的女儿 为他们这个家庭来做一个祷告 没问题 我们秋雨教会也很关心他们 一次邀请他们 我们这边有一位姊妹就常常和他交流 其实这件事情让我们心里面还是特别的难过 特别的难过 因为他是我们身边所爱的 但是他们我们所爱的人他们被分开了 你好张老师 那一会儿结束祷告 还是我现在祷告 行不行 请你现在 请你现在为他们做个祷告 好那张姐妹能不能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的 这个现在卢律师的情况怎么样 卢弟兄的情况 他现在其实我不能够确定他到底在哪里 因为我在脑窝 我在脑窝请的律师 告知我们说他已经被送回中国了 但是这个律师他也不能够给我提供一些官方的证据 但是脑窝那边呢 脑窝外交部呢 又含乎其词 也没有承认这个信息 那如果是说他被送回成都的话 那成都那边的警方至今也没有跟家里面有过任何的联系 也没有比如说给我们送的 有什么通知书之类的 所以我现在特别焦虑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到底在哪里 那么前就是在这个 这个女律师把这个信息传递出来以前 那我们都认为他是在脑窝 这个女律师他把这个信息传递出来以后 我就不确定他到底在哪里了 但是他因为他我没有得到任何 就是脑窝或者中国都没有得到官方的这个信息 好我们知道我们继续大家都为卢四位律师我们的弟兄来祷告 那我做这个节目的题目叫中共长臂之法 卢四位在老窝失踪 这个题目是这样一个题目 那我得到的资讯也从这个傅一修那里得到的 就是这个对华原理协会 这个这个是中共的手 这个在老窝 卢四位在老窝是有合法的签证 什么都是合法的 他完全合法 这个结果就被警方 这个老窝警方逮捕这是签证万确的 这个没有问题 绝对是对的 他们给逮捕了 对吧 这个不是说失踪了就不见了 他是逮捕了 但是他现在呢 美国国务院也通过 驻美国驻老窝的使馆 跟他们交涉这个事情 他们现在就不给一个正确 一个准确的答案 大概现在就不知道是 押回中国了还是留在老窝 不管怎么样 他都在险境中 他现在是被被关的一个状态 关到不管还是老窝还是大陆 都是被关的 所以我们一个肢体受苦 所有的肢体都受苦 那卢斯威的 他在国内所做的一切 大家很多人都知道 知道 他是这个一个维权律师 做了很多善事 我们要为他祷告 好吧 我们现在就祷告 然后我们看看往下进行 因为这时间比较长 也没有关系 我们反正播的时候不一定 我倒是转播不一定都播 那我们现在在团企里边 我们可以都说什么都没有关系的 好 来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 带着谦卑的心和忧伤的心 来到你宝座面前 你应许我们说 你的儿女你必然保守 你求你来保守卢斯威 保守我们的弟兄 你所拣选的人 无论他在何种环境 主你都与他同在 你是他的避难所 你是他的磐石 你是他的盾牌和力量 你是他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说拯救他 保守他脱离那恶者的手 说让他能够获得自由释放 说我们看到主 你的大能大力 又在这件事情上彰显 说在人不能 在你凡事都能 哈利路亚 我们也把卢斯威的妻子 说张春小姐妹 还有孩子都交给主 保守他们 带着从你来的信心来祷告 你应许我说 两个人同行合一 无论求什么 天父都随挺我们的祷告 成全我们的祷告 求主在今天 众弟兄姊妹 带着心灵和诚实的祷告 来到你的宝座面前 请你悦纳 哈利路亚 给我们的弟兄 让卢斯威弟兄 给他平安 在患难中的平安 给他胜过环境的能力 也让他尽快的得到自由 来到我们中间 和家人团聚 和神的儿女团聚 听我们的祷告 哈利路亚 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阿们 阿们 好 上帝祝福你啊 那个春小 别太 这个忧伤 上帝与我们同在 所以圣基督说 当火的事件来临的时候 应以为大喜乐 我想通过这件事情 这个上帝会行使他的主权 好 愿神安慰你 与你同在 谢谢张老师 谢谢 春小 我是班长 你在吗 我在 我在 如果像这边 你父母那边 你需要我去关照的话 我是可以出力的 是的 谢谢 他们现在在成都 然后他们都还 还不错 所以谢谢 你暂时可以 不用去操心 好 9月14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消息 我心里很难过 我就在给那个张台老师说 张台老师他就是安慰我 他说 我相信 思维 在基督的手里 嗯 是 我刚刚还在跟汪哥说 我跟你快30年没有联系了 然后因为这个事情 因为张台老师 还有父母师的连接 然后我们又联系上了 是 这是让人很 觉得很幸福的事情 是的 感谢主 感谢主 谢谢 那请汪哥 你把 问题 就是 大家的一些问题 提出来 把球提给那个 张牧师去 谢谢牧师做这个 这方面的 系列 你读一读吧 大家知道一下 他已经短信发给我了 对对对 有很多这些问题啊 这个 反正就是围绕教会的得胜 与征战来讲的 就是说 教会为什么是得胜的 我们的教会的主 我们那一位手里 耶稣基督不是被抓起来了吗 对不对 他不是定在十字架上了吗 他是一个失败者 还是一个得胜者 就是问那个 就是照世人看来 耶稣基督就是一个失败者 一个死刑犯 一个被挂在木头上的 他怎么会是 得胜的君王 那么耶稣基督又对彼得讲 我把教会的钥匙给给你 应见了权柄 不能够胜过他 那教会在这个地上 也是得胜的吗 他得胜的方方面面在哪里 从哪里我们看出 两千年来的教会历史 教会的得胜表现在哪些方面 我觉得这是一个 让我们感受到 很多人非常困惑的一个地方 另外呢 就是当我们现今 比如说秋雨教会 中国家庭教会 广受逼迫 并且说逼迫越演越厉 那么在这种逼迫中 我们通过什么样的证据 去一去 我们看到基督依然是得胜的 教会依然是得胜的 在这种逼迫面前 我们怎么来看待这种逼迫 和得胜之间的关系 再一点 教会既然是神在这个世上 跟我们设立的家 跟我们设立的 这样一个生命的共同体 他是我们的元首 我们是他的肢体 那么我们和现在这个世界 耶稣的世界 把世界称之为 弯曲辈美的世界 那么现在我们这样一个 被分别出来的一群人 圣洁的国度 军政的祭司 我们这样一群人 和这样一个弯曲 背目的世代之间 有什么样的张力 我们在这个世界中 怎么合出一种圣洁出来 就是我换句话说 我们怎么去征战 中间的这种关系 怎么来把握 另外还有很多很多 比如说关于中国的教会 和美国的教会的差别 那么在这种 得胜与征战中 特别是现在美国教会 信仰的衰落 那么在这种衰落之中 这个教会 这方面来讲 有没有责任 换句话说 教会要兴起 教会要得胜 那在哪方面 需要做出一些改革 或者做出一些改变 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都想请牧师 给我们做一些例子来简单 好 你这问题很多 但是总共大概三个方面 三个方面 那第一个耶稣基督的得胜 那当然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的得胜 首先是他胜过死亡 胜过死亡 复活 他的复活是他得胜的确据 那这个耶稣基督的得胜 第二个层面 就是他胜过了他自己 他说父啊 如果你愿意求你将来被撤去 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 那要按照你的意思 所以耶稣基督的得胜 是在神的顺服中的得胜 顺服了神给他的旨意 神让他成为人的样式 放下天上的尊荣 然后这个长径优患 死在十字架上 他却胜过了 胜过了 因为耶稣有百分之百的人 和百分之百的神 他是神人二性 他人的位格是百分之百 他神的位格也是百分之百 那所以呢 在有人的位格的时候 就跟你我一样 那这个 这个他的得胜也是 我觉得还跟亚当 第一个亚当来比的话 耶稣是第二个亚当被撤了 第一个亚当失败 第二个亚当得胜了 他胜过了 所以他为我们死在十架上 他说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 第三个得胜 就是启示录所说的那个得胜 这位羔羊 这位羔羊 他定在十架上 那个羔羊 他驾云降临 他来到这个世界 第二次的来临 来审判这个世界 所以上帝把审判的权柄 交给了这个耶稣 交给了他的儿子 所以上帝不审判人 最后在末世的时候 上帝不审判 这个我说的上帝 就是第一个位格 父神 他不审判 那儿子审判 所以这是他 他是得胜者 他胜过了 那教会的得胜 教会的得胜 主要是胜过苦难 胜过苦难 他们的他通过苦难 使得变得更纯洁 变得更纯洁 所以呢 他这个 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那他是得胜的 他是得胜的 就像启示录七章讲到 这些从大患当中出来的 曾用羔羊的血 把衣服洗白净了的 那他们是要得奖赏的 得胜的 那今天的这个教会 教会在逼迫中的 在这个世界的世俗中 能够坚守真道的是得胜的 也不都得胜 也有失败的 那你看今天 美国的教会 这个 圣公会 同行恋可以做主教 不仅弟兄姊妹 同行恋没有关系 那主教都是同行恋 联合卫理工会 他们的西部 加州的主教 都是同行恋 那还有这个 这个 会都 牧师 那 这当然不是联合工会 他的 他的文件上同意的 联合工会开会的文件 他是不同意的 但是呢 有一些他下面的教会 都管不了了 那就是 都是这样 但是联合工会的文件 像他们同意 同行恋 在教会里面 这个 这个他们同意的 所以教会分裂 已经五千间 美国五千间联合教会 离开了 他们的总会 那 你像这样的教会是失败 他在世俗的 挑战中 他失败 他认同了 但是那些 离开的五千间教会 宁可被罚 他们还罚人的 那这是得胜的 他们可以在真理上 站立得住的 所以呢 其实如果讲到说 其实如果讲到说 神所说的得胜者 是在撒旦的权势下 撒旦的围攻之下 就是在黑暗的势力里面 能够站立得住的 为主做见证的 那这些人是得胜的人 那教会 如果这个教会向世界妥协 就变成淫妇 他就不是心妇 基督得胜的教会 叫心妇 那些失败了的 向世界妥协的教会 叫淫妇 淫妇 所以其实陆第十四章说 这些未曾沾染妇女 他们原是同身 高阳无论往哪里去 他们都跟随他 他们是从人间买了的 做出售的果子 归于神和高阳 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 他们没有瑕疵 那么这些人是从大患能中来的 曾经用高阳的血 把衣服洗白了 那这些是得胜的 所以呢 今天我觉得 秋雨教会是得胜的 他们在政权的逼迫下 他们没有妥协 他们得胜的 那有些教会 在压力下 就开始读习近平语录了 开始唱红歌了 这个教会是淫妇 被污染的淫妇 这是形容 这是形容 这个耶稣讲的就是 就是这样子 那那些可以在患难中 用高阳的血洗净自己 为主殉道 为主坐牢 为了坚持真理 这是得胜者 这是得胜者 圣经中有得胜者 有失败者 圣经里的那些先知 有得胜的先知 有失败的先知 圣经里的那些门徒 有得胜的门徒 有失败的门徒 都有今天的教会 有得胜的教会 失败的教会 第一个 第二个大内容 就讲到基督徒在社会中 我们该怎样为 见证主耶稣基督 面对这些 这个 这些恶法 我们该如何面对 那基督徒是不是要 完全的顺服掌权者 对掌权者是不是要 完全的顺服 因为彼得也说过 你们要顺服地上掌权的 可以让我们在地上 平安的度日 那保罗也在罗马书第13章 说一切的权利来自于神 那这个 我记得唐中荣牧师 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说权利是来自于神 但那个人 不是来自于神 那个位置是上帝设的 设的 但是那个人不是来自于神 那个人可以 也许来自于撒旦 来自于撒旦 所以这个 我觉得他讲的有一定道理 但是我从圣经的角度来说 对于顺服 我有不同看法 我认为当一个政权 他所定的法律 他是这个 跟上帝的法律 律法不冲突 那我就顺服 如果这个政权 他定的法律 与上帝的法律冲突 我就不顺服 我顺服神 不顺服人 我顺服神 不顺服人 是应当的 这是彼得 在 使徒新书第五章 讲的 他第四章被抓 第一次被抓 被撒旦盖人抓 被公会审的时候 他说顺服你们 不顺服神 对还是不对 你们自己 佐量 你们告诉我 因为那人是懂律法的 但第五章 他就确定说顺服神 不顺服人 是应当的 你看他 这两次的表达 初代教会 面对逼迫的时候 他表达是顺服神 而不顺服人 那今天人 我们知道 即使法律 有人的法律 有圣经的律法 法庭 有地上的法庭 有天上的法庭 如果我们今天 顺服人的制度 助纣为虐 这人的制度 逼迫神的儿女 我们去助纣为虐 为虎作仓 或者我们 出卖良心 出卖良知 有一天我们有天上的法庭 在审判我们 那如果在地上的法庭 被审判 我不觉得是 是羞辱 我不觉得是 是失败 是我们的失败 没有关系 我也被地上的法庭审判过 说我是 这个 犯了法革命宣传山东罪 推翻阴谋 推翻政府罪 这个我知道 我没有做这件事情 但是天上有个 法庭 那个是最高的审判 最终于的审判 我觉得那个 比地上的重要 所以 基督徒 跟地上的关系 应该是教会 敢于在这个 逼迫的面前说 No 敢于在邪恶的面前说 No 初代的教会 就是说No 彼得代表教会说 十二个使徒都在 顺服神不顺服人 应当 对吧 那 这个 今天 我们看到 教会在顺服掌权者的时候 失去了见证 当年德国的教会 就是顺服了希特勒 他们就失去了见证 战后以后 他们德国教会向 德国 向犹太人 向德国人道歉 他们的教会 没有坚持真理 坚持真理的叫 彭华费尔 潘国华被杀了 被希特勒给绞死了 对吧 那今天的教会也是如此 三次教会刚开始的 王明道牧师 尼托生弟兄 贾玉明牧师 那 不是贾玉明 那个 sorry 说错了 贾玉明后来就妥协了 那 袁向成牧师 那 这些牧师 他们在国内 这个 坚持真理 宁可坐牢 不妥协 王明道牧师 当时如果妥协 可能成为三次的领袖 他可以做官 他没有选择做官 他选择坐牢 他却为主 做了美好的见证 他称 三次是不信派 不信派就是不得救 这里是得救不得救的问题 那 现在 新的壁划来临的时候 王仪牧师 还有国内的很多的传道人 他们坚持了真理 也为主 坐牢 他们是得胜者 这是得胜者 虽然眼睛看到 耶稣 被钉在神架上了 你反抗 他没有反抗 但耶稣在神架上说 父啊赦免他们 他们所都自己不晓得 那是神儿子才能说的话 对不对 他死是为了我们死 不是因为他有罪 是我们有罪 他如果不死 我们罪就不能得赦免 我们就不能与神和好 不能与神恢复关系 但他为我们死了 他胜过了撒旦的诡计 撒旦是不希望他死的 对不对 他也胜过了人的位格的那点恐惧 他成为得胜的君王 他不是 他是君王 得胜的君王 天国的君王 那我们才有救 那耶稣神要使他复活了 他胜过了死亡的权势 这就是给我们信他的人 也带来了盼望 我们也可以从死里复活 胜过死亡的权势 有一天耶稣再来 我们一同复活 与主在荣耀里 所以今天的教会 面对着世界的 应该扮演先知的角色 可以责备君王的 我记得我有一次 在这个华盛顿 我讲到 我批评了奥巴马 他也推动这个同性恋 的时候我就批了 批了我底下 做了一个美国议员 在我们教会 他是新墨西哥州的议员 叫Bill Edmond 他中午吃饭就跟我说 伯利你这个你不能批评总统 你是牧师 牧师不能批评总统 因为我们有约翰逊法案 约翰逊法案后来 川普上台给废了 那现在又恢复了 约翰逊法案就是 如果一个神职人员批评总统 他可能他会付代价 就是他的代价 就是要服一定的责任吧 那后来我就说 我管他我批了 他说他会告你的 我说你让他放马过来 他说他也不会告你 告你就出名了 他说不过 这个约翰逊法案是有这个规定 那这个规定是违反宪法的 这约翰逊法案是 违反美国言论自由宪法的 宗教自由 不是 政教分离 不是教会不扮演先知的角色 批判政府的罪恶 不是的 是政府不能用公权力 他手里的资源 来干涉教会的信仰生活 大家要搞清楚 宗教自由 我们一直认为 宗教自由就教会 凯撒归凯撒 上帝归上帝 然后教会就不要管世界的事 你看到教会不管世界的事 你看历史上 你看到先知以赛亚 责备当时的四个君王 他都责备过 你看到伊利米 责备过 对不对 伊利亚责备过 雅哈王 那司徒 司徒约翰责备过西利王 耶稣也责备过西利王 说他是狐狸 对吧 那耶稣的门徒呢 彼得 保罗 他们都责备过君王啊 保罗 责备过大祭司 后来他说 哎呦 我不知道你大祭司 但是 他说对了 对啊 所以 初代的教会到现在 你看到 教会是黑暗的光 金灯台 金灯台叫照亮黑暗 神的儿女是 是 是我们是 这个 黑暗时代 要为主发光的 所以以赛亚书 你要兴起发光 就是要照亮黑暗 所以 责备君王 没有错 但是不能带领教会搞政治 不能说带领教会 啊 我不是喜欢投资票 我到教育都得 不是这样子 你可以履行你公民的责任 牧师也是公民的一个公民 一个分子 你可以履行你的权利责任 你可以 但是你要占占圣经立场 你投谁票 如果你完全违反圣经 天上还有个法庭 未来有个审判 我告诉你 那个是很严厉的 那所以我投谁票 我不考虑地上他有多大势力 他中美关系如何 我不考虑这个 我也不考虑他能不能保护台湾 我考虑他是否离圣经近一点 因为没有一个统治者 完全合乎圣经 但是他是否尊重我们的信仰 离圣经近一点 他所做的 是不是尊重圣经的教导 这个是我的选择 所以基督徒可以责备 也可以不配合 但是基督徒不能搞暴力 不能搞暴力 也不能够说 这个动员人造政府的法 不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可以 对他们的恶法说 No 这是我的看法 第三点什么了 那个谁啊 我打开手机看看 王宿总 你问完问题就不见了 哪去了 看看这个第三个问题 你问的我是什么呀 我估计他做饭去了 我们美国该吃饭了 我也该吃饭了 因为今天这个时间已经超过了 超过太多了 超过太多了 这个这样吧 现场有没有哪位观众 想和张牧师交流现场 有的 好 你说 张牧师您好 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您 有一个问题是主要问了张谭老师 他让我直接来问您的 就是他在我们的课 课程里说您是一位 会真正为处境化发言的一位牧者 那我想问一下是您 对处境化的这一个概念 以及在您的服饰当中 您如何是在这当中去发言的 好 另外第二个的就是 您刚刚有说到 您在 您在美国的也是在跟知识分子在 服饰他们 那我想问一下 在美国服饰的知识分子跟在中国这样的一个高压的一个信仰逼迫的这样环境下 您觉得美国的服饰跟中国的这种高压的两种不同的处境 您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如果是说在美国跟或者说在中国的服饰 您觉得您在美国那边需要没有高压的服饰 但是在那样的处境化您有哪些是特别难的呢 我有这两个问题 谢谢 谢谢 这个 很好的问题啊 这个关于处境化的问题 我这个不想回答太多了 因为你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处境 读读尼泊尔的那个文化处境化那本书就可以了解了 他对文化 他有五个定义好像啊 那你去看一看 那关于第二个就是牧养大陆的和这个海外的知识分子 这些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处境是不同的 环境不同的 哪个你觉得更好牧养一点 或者哪个更难一点啊 那或者是这个这个知识分子 我们该怎么样更有效的牧养 这是很好的问题 我认为我牧养的教会 如果我们华盛顿的母堂 50%是博士 那另外50%是硕士 那你可以看到他大概都是中国来的知识分子 大概都读书的 有大学老师教授 有做IT的多 公司里的主管 那这样的 那我们所面对的环境不同 我在洛尔基这个教会 那除了这个这些知识分子 还有些老板 这个大小老板 大公司小公司的老板 那这个环境不同 确实不同 我觉得国内的这些知识分子的压力 好办 就是政府的压力而已 灵巧如蛇训练像鸽子 那圣经的教导 坚持圣经的真理不妥协 继续的聚会 这就没问题了 那这压力反而使我们更相爱 反而使我们压力在共同的压力下 牧者同工更容易同心 但是在美国这种压力是来自于物质 世俗方面物质方面的 这个对我们的冲击比政权的压力要大很多 大得更多 所以在美国幕会我觉得更难 我没在中国幕过会 但是我认识中国好多的牧师 王毅我当然认识了 那政权的压力比较容易辨别 美国一端世俗化 迅速的世俗化 教会迅速的世俗化 这个教会不敢讲 得罪他们 那这个 反正总而言之 稍等一下 我是神学院的课程 好了时间到了吗 那你先放一下 我上次回答问题 然后我就马上完了 我马上过来 好嘞 那那个所以呢 我神学院的课程还在进行呢 回放我一会儿还得跟学生见面 那这个就是 就是这个 美国的教育今天遇到的问题 所以 爱灵魂的心 要保护你的会有 牧者 一个牧师 我觉得有三个最重要的 他要做的 第一是寻找羊群 带人信主 第二是牧养羊群 栽培信徒 第三是保护羊群 当这个狼来了 要把他 把我们的弟兄姊妹 挪走 不管是世界的观念 这些 这些政治正确的观念 还是什么 那牧者要挺身而出 敢于 保护你的羊群 耶稣告诉说 好牧者为羊舍命 我觉得 王毅牧师 虽然他一个人坐牢 但他带来的影响 对中国教会 对 修语 教会带来的影响 那是巨大的 因为他 没有跑 他坐牢 选择 坐牢 为什么 有的人 他讲得很好 他先跑了 你知道吗 有的牧师逼回来 自己先跑了 那这个就 没有榜样 又没有榜样 我相信上帝 在 他的恩典 在海外的 华人知识分子教会 和中国大陆一样 就是我们牧养的 都是从大陆来的 背景的弟兄姊妹 面对的环境不一样 美国更难一点 怎么样 要圣经的世界观 成为我们的世界观 让圣灵充满我们 在面对这个世界腐败 我们不惧怕 这个我们可以敢于在真理 站在真理上讲话 敢于在黑暗中发光 这个就是海外教会 面对的一个挑战 那国内当然 我觉得除了像王仪这样的 先手真道的 也要灵巧 这个灵巧 化正为灵 继续聚会 那这个无论得时不得时 传阳呼音 这个总是要的 我觉得挑战不一样 但都有挑战性 好谢谢 我今天就回答这里 我马上神医院这个课要下课了 我要跟 今天就当着你的时间太多了 你这无缝对接了 那边马上又去上课 没有想到我们的这个命题着文 我们的张牧师 说的这么动情 这么深刻 这么好 那么我们就寄希望你 我们更有寄希望你下一个课程了 你答应我们的三次 下一次的课程 我们就寄希望了 张大老师你来定题目 我们再接着讨论好不好 好 那我们今天 我们的聚会就到此结束了 你那边无缝对接 我看你也吹得你太紧 好 那今天我们就这样吧 好 谢谢 谢谢张牧师 谢谢大家 参与 我们方言弟兄也来不及说话了 好 算了 下次再说吧 下次再说吧 好 越神祝福 张大老师 神祝福你 谢谢大家 各位弟兄姊妹 谢谢 谢谢张牧师 那个是我们研究班的一个学员 他是一个 本身就是一个基督教学校的老 校长 要办基督教学校 我们现在要办幼儿园小学 中学大学 我们也要往下办 因为美国是一个在教育上 非常有自由的地方 你可以自己办学 没问题 这是他给你的权利 你如果把孩子放在功率学校 12岁给你拉走了 变兴趣 你就抢都抢回来 可是在私立学校 他不灌输这个东西 他不能拿到私立学校来 你有权利 不接受他的东西 所以我们 这个我没有回答你们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们呼吁海外的教会 不管是中国人 美国人 办自己的学校 因为如果功率学校越来越堕落的话 你就办自己的学校 因为神祝福大家 好 今天我就离开了 好 谢谢 谢谢大家的参与 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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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